觀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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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撿玉石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大概 應該有半年吧 半年多沒有來了 我也不太確定啦 之前我來這邊採集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 半年的期間應該有一些沖刷吧 所以我再來這邊看看 看看今天能不能撿到玉石 石頭 撿到了 超小顆的玉石 唉唷 這怎樣 這是骨灰潭嗎 難不成就是骨灰潭 不太清楚耶 哇 這一次 玉石 這個石英質比較重 這種就是介於玉石跟石英齁 之間啦 那我就先撿啦齁 不然這個 攝影器材 然後手又弄絲 要摸 摸東摸西 很麻煩 那我就撿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再看看能撿到什麼 哇 好恐怖喔 到處喔 都是這種蟲 紅色的蟲啊 這蟲好多喔 哇 發現一個好大 有點類似 類似玉水的東西 那麼大塊 那這個 有網友說 這種可能是 是合成的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玉水 這個 這個要用鹽酸測試一下 沒想到這邊齁 真的是 有人丟棄這個東西 所以不見得啦 不見得這個是 應該這麼說啦 這個不是骨灰潭是確定的啦 那是不是這邊呢 附近有在加工 有加工 然後把這個 類似玉石的東西 把它加工成骨灰潭 哇 這邊齁 來這邊就是 一定要穿雨鞋 不然這個 非常難探索 而且這個水齁 有點髒 以前我沒有走到這邊過啦 今天是第一次齁 第一次來這邊稍微看一下 待會就趕快閃人了 因為這個環境齁 不太好 好啦 這個就是今天齁 今天撿的 然後這個 有前輩說 這種太小了不要剪 太小了不要剪 我問你沒辦法啊 都小的啊 我也不想剪小的 都只有小的 今天只有這一顆啦 這個還不錯 只是這樣 這樣不好拍 待會再拍 那這個是花生 據說是花生 但是它石英質太重 它是天然的沒有錯 但是它石英質太重 然後這是 人家說是什麼 骨灰痰的料 切割的骨灰痰的料 應該不是啦 骨灰痰沒有那麼厚啦 就是說 人家可能要切一些 不知道要切什麼 然後它這個有像馬腦紋 那這種料呢 據說啦 據說是合成的 人工合成的 像這個 哇 很大塊 有沒有 它是 有網友說這個是人工合成的 那合成那麼大 我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到底是 這個要滴鹽酸啊 如果是人工合成可以滴鹽酸 滴滴看 看它是不是膠 一種膠去把它合成的 那如果滴下去沒有反應的話 代表它是天然的 所以我稍微把它洗一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紋路 是馬腦紋啊 那 它如果有石皮的話 如果它有石皮 像這個如果是石皮的話 代表這個是真 真正的馬馬 只是說它是外國的 那代表這邊 可能以前有加工廠吧 有加工 然後 他們把這些切切不要 那這個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 這個是到底是 浴石還是人工的 因為網友說 說這個是人工的啦 那反正我就先剪啦 剪好玩的 不要再丟掉就好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顆 這顆 這顆就是今天剪到 不錯 這個 算稍微大一點點的 今天最好就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有沒有 這 這個是 有沒有 這種有沒有 這一顆 其他都不行 這裡 這裡 這種叫花生啊 只是說 其他部分都是石英子 這很差 所以這沒有人要剪 那至於其他的 像這個 這個 太小啦 裡面都可以看到一些裂縫 基本上 大部分來講 這種沒什麼用 所以是 前輩說不要剪啦 太小不要剪 問題 要不是我有遇到這顆 我今天剪就剪這些啦 我也不想剪小的 但沒辦法 運氣不好 然後剛才去洗 誒 又看到一塊 有馬朗紋誒 好像還不錯 這個我確定 這就不是骨灰毯 因為這邊人家有切 有做切割 所以這是切割後的編料 只是說 現在要確定說 它是不是 是不是人工合成 它只要不是人工合成的 誒 這就不錯喔 你看 哇 它大片 好大 而且這種也沒有什麼裂 裂紋不多 然後剛才還在剪 我發現更大的 不過那個好像已經裂掉了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它是什麼 那今天喔 這個採集 就這樣啦 這個 因為沒什麼好剪 真的都太小了 只有這一顆OK啦 其他都是 其實這種都不要剪啦 都應該要放生掉 這個實音質太重也沒有用 那這種 簡簡看好了 看看 確定一下 看它是不是 是不是天然的 是天然的就可以留著啦 這等於是外國進口的 它大型的一個瑪瑙 來做切割 然後的編料 不要就在這裡 不要就丟到這邊啦 那如果它是人工的 那就算了 那就可以丟棄了 好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啦 祝福大家 祝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好 你 有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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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